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声叹息 生命珍贵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 片榜栏目即将播出 2015年3月22日 浙江省泰州市的这座桥头人头攒动 住在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 不约而同的向河内观望 有的则在一边议论纷纷 那么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约十几分钟后 文训赶来的泰州市路桥公安分局的民警 迅速将这里封锁起来 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条河道 民警们赶到现场后 立即登上了位于河面上的这个小岛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民警开始对整个河面进行搜寻 他们这是在找什么呢 三月二十二下午一点多呢 我们接到一个当地的群众老杨的报警 老杨当时在河里钓鱼 钓鱼的时候呢 河面上漂浮过来 有一段的物体呢 疑似于人体的 他仔细看了之后 下了他一跳 疑似于那个人体的那个大台 那么这老杨当时就马上报警 老杨看到的的确是一块人体组织 警方怀疑有人遭到谋杀 尸块被人抛弃 刑警封锁现场 技术人员沿河道展开搜索 希望能找到更多尸块 发现尸块的河道 位于城区中心 周边是大片居民区 警方搜索行动 引得许多群众围观 繁华城区发生命案 群众议论纷纷 各种揣测传言不禁而走 让警方倍感压力 那么针对这个 我们马上就对 在河岸河道里面进行射索 以及河岸两面进行射索 那么经过射索之后 我们是从当天下午 一点半 我们到现在两点 开始搜索 搜索之后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多 那么总共在这条河里面 总共在一公里的范围之内 一公里的范围之内 找到了11块的人体组织 搜索行动持续了近十个小时 警方在河道里 先后共发现11块人体组织 技术人员立即对所有石块 进行检验 案件性质极端恶劣 引起台州警方高度重视 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 对案情展开全面分析 法案实际不明确 法案实际不明确 那么法医经过初步的 当天晚上经过初步的 试检之后 应该实惠的检验之后 给了我们在指挥部的 一个大致的事件 当时给我们的事件是5到20天 法医事件发现 死者是一名成年男性 除此之外 警方对被害人一无所知 面对这样一起无头案件 确定失源是破案的前提 警方确定 对近期下去失踪人口 进行排查 同时 以现场为中心 对周边区域展开地毯式搜索 希望能发现更多线索 警方注意到 出现石块的河道东侧 是一座公园和一所中学 南侧是当地最大的居民小区 西侧是一片建筑工地 嫌疑人实施犯罪的第一现场 会不会就在附近呢 中安组决定 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那么我们首先通过 寻特警大队 以及警犬 警犬是从一楼 美状房子的一楼地下室 以及一楼到四楼 进行了美状搜索 那么 寻特警大队 对我们肉眼 能够看得到的 就是说一些痕迹 进行分辨 那么从美状楼 安楼 分给每一个人 从一楼一直到楼顶为止 每个房间 每个角落不留死角 进行拍摄 警方的搜查行动 很快便有了发现 在距离河道不远的 一处建筑工地附近 技术人员提取到 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 打开之后 发现塑料袋里面 有长单 被套 卫套 以及两条内部 两条裤子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北侧 草丛当中 又发现了一个 切尾袋 打开切尾袋之后 这里面就有 一条裤子 两件 铺绳的衬衣 和一件卫衣 警方将所有物品 拿回技术中心 进行检验 结果在部分衣物上 发现了属于死者的 生物剪裁 正是 这些衣物 为死者所有 技术人员 对死者生前 所穿衣物 反复观察 过程中 他们想到一个 评估死者身高的办法 我们把这个 死者 穿的衣服 进行了复卫 把这个衣服的特征 我们当时 搞了一个模特 给他穿起来 让他们看 这样子的 看来 在这个特征的人 你们身高呢 当时根据 家长的 他推断的身高 是一米六五左右 警方注意到 死者生前 戴过的鸭舌帽 帽岩内侧 磨损严重 显示 主人戴过很久 而这条 价值三五块钱的皮带 皮面已经裂开 主人依然舍不得丢弃 竟然用胶布缠绕后 继续使用 死者生前 穿过的裤子上 相比其他部位 小腿部位 布料磨损 特别厉害 应该是与其他物体 长期摩擦形成 所有这些细节 似乎都在暗示着 有关死者身份的 某些信息 可是 他们究竟 暗示出什么呢 为什么 死者的裤子小腿部位 磨损会这么严重呢 一条磨损部位 蹊跷的裤子 一个不合常理的 抛尸现场 抛尸的 行为 可以看出 这个 这个 状态的 对象 他是一个性格 比较煎造的 他是基本上 没有顾虑到 这个 抛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后果 会被公安机关 抓住什么 应该说 他抛得很愣性 很随意 第一现场 究竟在哪里 嫌疑人 又藏身 何方 凶手 杀人动机 又会是什么 何至于此 天网栏目 正在播通 2015年3月22日 在浙江台州 一名男子被人杀害 石块被人抛弃在一处建筑工地旁的河道里 在建筑工地附近 民警还发现了被丢弃的死者衣物 警方注意到 石块出现的位置 与死者衣物被丢弃的地点 相距并不算远 而且 嫌疑人丢弃死者衣物的地方 环境并不隐蔽 很容易被人发现 除了这个工地之外 如果说是外面的人 进入到这个工地的抛尸 它最佳的抛尸地点 应该是 这个工地的 紫外的河的 南板两边 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抛尸地点 它没有必要制造麻烦 这个帽子容易被这个门卫发现 或者说被里面居住的人员发现的这种风险 跑到这里面来抛尸 凶手抛尸 抛物的举动有些不合常理 由此警方怀疑 本案第一现场 有可能就在附近 集合死者生前缩穿衣物 磨损严重这一特点 专案组将眼前这片建筑工地 列为重点排查区域 民警在工地上张帖戏查通告 同时对工地人员展开走访调查 了解近期工地有无人员突然失踪的情况 然而 面对这样一个拥有两千多名施工人员 而且流动性又极强的建筑工地 想要在如此繁大的人群中 找出破案线索 又谈何容易 警方并不掌握死者的体貌特征 唯一有特点的就是死者生前戴过的这点鸭蛇帽 然而 由于工地上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 大多数人之间并不认识 给警方排查工作带来困难 尽管如此 侦察员还是深信一点 如果被害人真的是这里的一名工人 那么 嫌疑人很可能也隐藏在这片工地里 专案队相跟嫌疑人 应该说是 有生活或者工作上应该有交集 他们互相应该认识 或者是 可能是生活或者工作是在一起的 他们两个居住 应该说是不会很远 专案组分析 被害人与凶手有可能是工友关系 侦察员希望从工人们口中发现线索 然而 工人们告诉民警 如今在建筑工地 农民工之间发生激烈矛盾的情况 几乎没有听说过 而且他们认为 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因为在工地 大家都是各干各的工作 各挣各的钱 而且干活越多 挣钱越多 如今大家都忙着多干活 水会有闲工夫 与工友发生冲突 走访过程中 民警注意到 眼前这些农民工 与过去印象中的传统农民工 的确有了很大不同 他们现在是 上班几乎都是自己都买了车的 10个人 9个人 10个人 9个人 都是有车的 他们民工都是 他们说是在有时候 车路一个月一万多 你这么说 真的一个月一万多 多好多了 两夫妻一年回去 都能带二十多了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时候 这个便宜四千多 老板有钱没事 我们用艾农六很正常 那都工地上面 我们老板有钱赚钱多 基本上都用苹果的 民警了解到 近些年来 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的关注 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都有了很大改善 越来越规范的用工制度 以及逐年上涨的工资 让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越来越高 民警们注意到 工人们每天只有八小时工作时间 为了保持保量 完成工作 多挣钱 每个工人几乎都在争分夺秒的工作 甚至顾不上与侦察员多说一句话 工人们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这一点 侦察员在走访中深有体会 这也让侦察员想到了一个问题 眼下发生的这起血案 会不会与农民工们与日俱增的收入 或者背后的压力有关系呢 这些会不会就是这起血案的导火索呢 抛师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个赚的对象 他是一个性格比较介绍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介绍 但是呢 应该说没有多大赚经验的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 那么因为从他抛的这个行为来看 因为他有一些抛的东西啊 垫子啊就丢在这个我们的岸边 那么有一些就是从我们河里打捞的情况来看 他是很随意性的就跑到河里面 所以呢 他是基本上没有顾虑到这个抛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后果 会被公安机关抓住什么 应该说他跑得很愣性很随意 专案组分析 凶手作案前应该没有预谋 很可能是临时起义 或者意识冲动所为 而且作案后 凶手很可能是因为紧张和慌乱 才将石块和死者衣物 跑在相距不远 而且并不隐蔽的位置 显示凶手应该没有作案经验 那么 嫌疑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他也在这个建筑工地上 他会是做什么的呢 为什么他会对一个工友下次毒手呢 通过几天的走访调查 工地上一个特殊的人群 引起侦察员的注意 这是一个在工地上东奔西走 最为忙碌的人群 他们不像其他工种那样 相对固定在一个区域工作 而是时而搅拌水泥 时而向四面八方 运输各种材料 这种民工嘛 就是那种小工嘛 就是说做苦力的 就那种可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就是说购买东西啊 东东西啊 分化程度呢 不要太高了 说的是这样的 你这就是威尼啊 就有力气能拉 就好了啦 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兄弟 在工地 从事着技术含量很低的体力劳动 侦察员留意到 这些农民工兄弟工作时穿着的鞋子 他们发现在建筑工地 只有这些小工们在干活时 穿着这样的高铜雨靴 而且侦察员注意到 他们行走运动时 靴子上部会与裤子的脚腿部位 频繁发生摩擦 这让大家联想起 被害人生前穿过的那条裤子 唯独小腿部位磨损严重 死者会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一条破旧的皮带 缩小了警方排查范围 价值也就十块钱的 腰带 破了之后 还用地工胶带给它捏起来 说明这个人是很节省 很节省的 一段诡异的监控录像 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他当时呢 可能当时春节期间 天气可能比较冷 那么 当时他去门卫那里呢 就是去接了一个 就是这种太阳灯之类的 就是说用来取暖 工地里突然消失的 戴鸭舌帽的男子 工棠内一名管道工 离起古怪的举动 究竟是什么 让凶手动了杀戚 3月8号发现这个人 那么我们就马上就是推 往前往后推 这个人 到底最后什么事 做的 何至于此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2015年3月22日 台州市鹿桥区的一个在建工地 发生一起命案 一名成年男子被人杀害 石块被人丢弃在工地旁的核道里 由于线索有限 警方破案工作进展艰难 为了找到师员 警方对工地上2000多名工人逐一展开走访排查 走访中侦察员注意到 这里的工人来自于全国各地 白天大家都在工地上干活 晚上 他们中有的人在外租房子住 有的和工友一起住在工旁里 这些农民工兄弟平时接触的不是一起出来干活的老乡 就是在工地上认识的工友 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都很简单 因为工地里面给他们租了活动板房之后 除了在用水 就是说统一用水的地方 因为他以为地点是统一放水的 那么在统一放水的地方 可能会碰刀碰面或者怎么 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交集 侦察员相信在工地这样一个特殊人员环境下 一个大活人如果无缘无故突然消失了 那么起码和他一起出来做工的同村老乡 应该会察觉到 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 侦察员们却没有听到任何异常情况 这让大家感到困难 警方决定对工地所有监控录像全部进行查看 同时出动警犬 对工人们所住宫堂板房 秘密地进行血迹搜索 专案组分析 被害男子如果是工地上的工人 那么他平时就应该住在宫堂里 价值也就十块钱的 要带 破了之后还用跌工胶带给他捏起来 跌工胶带捏起来 那你说不管怎么说 虽然我们的工地了解股 最底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也有130块钱 所以这个人是很节省很节省一个人 那所以这样子想的话 像这样子的人这么节省的人 我们还是认为 这个人就住在工地里面 这工地里住 住在工地里面 这样子他自己也不用租房子 省钱 符合这样子的特点 根据被害人生前所穿衣物的特点 侦察员分析 死者应该是一个年纪比较大 生活非常洁减的人 而且很可能就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工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这样一个人 他们之间会有多大的仇恨 让凶手要下次独手 这起血案究竟是不是发生在工地上呢 工人们心存怀疑 现在和谐社会 那个运气不和谐的事情谁会干 以前说了实在 这个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呢 有这么大个人 脾气暴躁的人很多 为什么呢 说了实在 生活了解 大家都很好呢 说了实在 都高高兴兴呢 对吧 没有这个 茶家这种事情都很少 这个网络比较发达嘛 网络比较发达 他们学习的东西 接触外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他们也会有 有自我的尊业 还有自我的保护 还有各种 各种人 各种方面都有提高吗 就是不像以前 就是说好像骂骂他也没有 这样工人是骂不得的 如果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好 他觉得他自己有利 他就会给你 摔驳你了 以前是不会这样的 以前他们是怕 怕失去这份工作 现在不一样了 对于工人们的怀疑 民警们也产生了困惑 在这样的工地上 究竟还会有什么事情 会导致发生这样的血汗 案发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在现场附近的工地上 警方的摸牌行动还在进行着 忙于工作的工人们 谁也没有注意到 身边发生了什么 都是门卫提供的一个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跟我们反映 在春节期间 就确实有这么一个老头 在工地里面 原来他是住在那个 工地北面这个群楼这里的 那么后来呢 根据那个门卫反映 他当时呢 可能当时春节期间 天气可能比较冷 那么当时他去门卫那里呢 就是去接了一个 就是这种太阳灯之类的 就是说用来取暖 那么当时门卫说呢 你这样做 他说不符合工地规定 那么也怕出事情 据门卫反映 春节期间 曾有一名安徽籍工人 留在工地过年 那个人大约六十岁左右 是一名水泥工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 大家都管他叫外号老头 老头平时总戴一顶 破旧的鸭舌帽 此外门卫还反映 当时还有一个东北极的工人 曾和老头一起住在工棚里 可是自打春节过后 门卫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工地门卫反映的情况 引起侦察员的警觉 警方调出了春节期间 工棚区域的监控录像 并在三月八号的 一段监控画面中 发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经辨认 此人正是门卫提到的 那个外号叫老头的水泥工 三月八号发现 那么我们就马上就是推 往前往后推 这个人到底最后什么时候走的 什么时候没有的 结果经过往前往后推之后 发现三月十二号之后 没有这个人了 之前每天 我们这小区门口三个监控当中 每天会发现 一到两次会发现这个人 在门卫的指引下 侦察员找到了老头 曾经居住过的这间工棚 据包工头辨认 他们这里并没有一个 外号叫老头的水泥工 而春节期间 这间板房里留守的是一个四十多岁 他们叫老宋的东北级管道工 不巧的是 一个星期前 管道工老宋突然得病 请假回了老家 他这是待很久的 我们来以后 他是有病的那个胆囊员 我在他拿药 我在老家他带着药过来的 都是回家穿进去 管道工老宋的出现 令侦察员十分兴奋 老宋会不会就是春节期间 和外号叫老头的人 一起留在工地过年的那个人呢 如果是 那么老头如今人去了哪里 管道工老宋会不会知情 老宋的突然生病离开 究竟是巧合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专案组立刻派侦察员 前往东北寻找老宋的下落 与此同时 侦察员们继续查看工地监控录像 从三月十一日 老头失踪前这天开始看起 对之后管道工老宋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在三月十二日的监控录像中 民警们竟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房间里彻夜不灭的灯光 天亮后 一个处处近近 异常忙碌的身影 房间的主人一个往上等于睡觉 那中间呢 一会开灯 一会关灯 一会开门 一会关门 水落石出 案件真相大白天下 还有呢 发现了他 向那个河道里面 扔垃圾 走了四五趟 匪夷所思的作案动机 令人叹息的一场悲剧 孰是孰非 究竟何至于此 他们农民工 一整年都在外面的 他就仅仅需要 那一带着接回家 开开老婆 开开孩子 对企业真的不需要在乎 何至于此 天望南墨正在播出 警方查看建筑工地监控录像 发现在外号叫老头的水泥工 失踪前后 东北人老宋 行为表现有些诡异 有一个视频监控的 正对着这个东北人 就是外观东北人 住的那个 村落这个房间 做视频 一到晚上 就看不清了 那我们就去做 侦察事业 那么正出上事业当中 我们发现了 虽然晚上 视频当中看不见 但是如果房间里面 有灯开的话 房门打开 有房间有灯光的话 还是里面能够看到 有活动情况 画面中出现的这间板房 就是那个叫老头的水泥工 失踪前住过的房间 这段监控画面拍摄时间 是今年3月11日 正值春节期间 画面显示 此时房间里只有管道工 东北人老宋一个人 侦察院注意到 这天晚上房间里的老宋 行为举止 有些怪异 这个房间 那天晚上 房间的主人 一个晚上都没睡觉 那么中间呢 一会儿开灯 一会儿关灯 一会儿开门 一会儿关门 一一约一约 有人出来 但是出来之后 干什么去了 看不清楚 因为这个条件不足 那么越来越可以 我们就很详细地 一路看上去 我们当地给他数了一下 那天晚上 他这个门 开呀关 开呀关 将近二十次 将近二十次 将近有二十次 进进出出 三月十一日晚上 老宋一夜折腾 没有睡觉 他这一夜 进进出出 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侦察员紧紧盯住画面 生怕错过点什么 天慢慢亮了 视频画面 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民警们发现 折腾了一宿 没有睡觉的老宋 天一亮 又早早开始忙活了 Telling in the sky 所以你们 blir 希望材助 这个生怕 来 帮助 続 明天 关 打 大约6点左右的是 房间里面 水清 一直在清理出来 水从里面 踢进去 踢进这里面 就水不停地 地面 他用扫把把水扫出来 用裂盆把水倒出来 中间很多次 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从房间里面向外泼水的过程 有好几次 还有发现了他向河道里面扔垃圾 走了四五趟 就是扔垃圾 其中是有塑料袋的垃圾 也有水桶提出去 倒掉了 侦察员注意到 从三月十一日这一天起 之后的监控画面显示 那个外号老头的人 再也没有在这间工棚里出现过 而东北人老宋也在几天后 成病离开工地回了老家 三月十一日这一夜 东北人老宋的一系列不寻常的表现 以及此人多次到河道边扔垃圾的举动 令侦察员联想到 出现在河道里的被害人的尸块 以及被丢弃在工地附近 装有被害人衣物的塑料袋 管道工老宋的作案嫌疑迅速上升 2015年4月10日 犯罪嫌疑人宋某在吉林堕堡 让警方意外的是 当他们找到嫌疑人宋某时 宋某对自己杀人犯罪的事实 竟毫不回避 交代了 2015年3月11日晚 他在打工的建筑工地工棚里 将同主公有戴某杀害并分尸 偷尸的犯罪事实 而嫌疑人宋某交代的杀人动机 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甚至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据宋某交代 当初他之所以同意 收留被害人戴某和自己一起居住 原本想法是在孤单的春节 为自己找个聊天的伙伴 事实上 被害人戴某刚把进来住时 两人相处得还不错 直到3月11日 案发当天晚上 宋某意外发现 被害人戴某竟然用他的脸盆洗脚 这让他十分生气 那天晚上 他对被害人戴某大发雷霆 不料被害人戴某非但没有向他道歉 反而与宋某激烈争吵 最终两人动起手来 过程中因暴怒而失控的老宋 失手将戴某打死 发现戴某死亡后 嫌疑人宋某十分害怕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他又做出了分尸 抛尸的罪恶举动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愤怒 会让嫌疑人宋某 为区区小事大发雷霆 进而做出剥夺他人生命的举动呢 一提到杀人 宋某的情绪反应巨变 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流 在过去的这个春节 在这间宫旁里 两个留守工地过年的农民工兄弟 他们之间究竟还发生过什么 究竟还有什么东西 刺激了嫌疑人宋某 让他在那天晚上 会突然变得如此疯狂 这一切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四十多岁的宋某 在外打工已经多年 宋某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 为了省下路费 宋某已经是第三次 选择留在工地独自过年 他不是不想回家 而是就是因为回家 回趟回来 其实路费对他们来说 这一切都快钱 也是挺幸福的 他是命运选择不回家了 你就待在这个地方 待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其实很孤独的 就一个人就待在那里 而被害人戴某 年近六十岁的他 从来没有成过家 十几年来 他一直四处打工 大多数春节 他都是在异乡孤独度过 原本并不相识的两个人 在2015年这个春节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 意外出现了交集 在那个居家团圆的日子里 独自身处异乡的他们 原本可以相互作伴 可最终却不可思议的 因为区区小事 酿成如此血案 他们农民工 一整年都在外面的 他就仅仅需要那段时间 回家 开开老婆 开开孩子 对企业真的不需要在乎 他们需要的政治 有时候真的需要 跟家里抬聚一下 所以就是说 这段时间 他们必须得回家 所以 不回家的那部分的民工 其实他的心里上 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 这些血案 虽然侦破了 但是案件背后 依然有许多问号 需要我们慢慢去打开 一期看似无法侦破的 无头案件 在台州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历经十天奋战 最终终于搞破 民警们用执着与智慧 最终为死者讨还了公道 守护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是谁拨通了你的电话 是谁出卖了你的个人信息 犯罪的网络无孔不入 九个月的侦查行动 横跨全国 什么样的特工潜入校园 什么样的任务 秘而不宣 单纯的女孩 陷入行动 特殊的掩护 惊险从生 片术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